上一集讲到 我和Nana打造了全球第一台 V8终制后续的麦瑞宝XL 在这一集 我们将迎来和一车王牌车手 教主的对决 看一下到底是我们的超考麦瑞宝XL 还是他的麦瑞宝XL赛车 会获得本场决斗的胜利呢 欢迎收看 15万爆改麦瑞宝XL 终极对决 我感觉我把你给坑了 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把你给坑了 我也觉得你把我给坑了 最重要是什么 是排列的妈妈 你知道吗 这首就叫做感觉 你懂吗 没懂 你搞什么鬼 你没有监工的 理想都很丰满 现实都很骨感 骨感就是像内饰这样子对吧 谁知道连发动机护板都装不紧 我刚刚做副家务事 我跟他根本没办法沟通 靠喊我也听不到 重点是什么 你一踩油门 热力转速一上去 我现在我真的 我就很中暑了 我真的还没缓过来 最主要这个方向是你给的我 我当时给的是什么 单起加速更搞不了 但是你搞了个V8 我刚开始听的是很新的 的确你看 LS3我自己认为这个发动机是无敌的 现在我们这个车最大的问题 是你看到这个轮胎没有 我们当时选的方向不是两个绿色的吗 对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轴距 是克尔维特的轴距 麦瑞宝本来是长的 因为克尔维特的后轮太大了 根本塞不进去 所以只能把前轮装在后面 但是为什么你当时要想 把整个麦瑞宝装在克尔维特上 因为这次时间太赶了 我们没办法设计一个底盘 其实从决定用克尔维特 到这台特诞生只有15天的时间 大家给纳宝点个赞 我先帮你把刚才那些小问题 全部先修整了吧 哇 太热了 哇 太热了 哇 太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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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车你是开的越快越舒服 这个车你是开的越快越热 真的是没汗死的 这里你看 哇操 你看还要找出了罗姆的垫片 好可怕啊这个 也没办法 只能是这么来了 正常在这里呢 是要做一个防火墙的 但现在我们只有这个隔热布呢 大概可以把车内的温度呢 从68度降到65度吧 但最主要的是 不要让那个热气直吹 还有不要让地上的沙土 直接进眼睛里面 你看我们这些 麦瑞堡和可维特 焊接起来的一些证据 我现在怕他跑着跑着散架 你知道吗 就是连续赶了啥 通宵赶出来的车 大老门有没有犯困 有没有汗好 一切在比赛之前 都是未知之数 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个后轮 是可以装到前轮上去的 虽然这个数据很怪异啊 但是总比装一个R25的前胎要强一些 有千斤好吧 最关键是什么 你只要说的 赢 不是赢啊 赢就行了 就是预算已经都花在了动力总成上面了 现在我们这个胎的预算是多少钱呢 450块一条 然后买三送一 所以15万我们还剩多少 15万吗 其实超了一点点 不要告诉焦主 超了一点还这样子 然后现在这个轻角你知道吗 它是正的 这样是正的 这样是负的 跑场的话 它基本是一个负质的轻角 你的轮胎才能有一个侧向的抓地力 正的轻角 你一打方向盘 它会导致这个更加推你知道吗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事情 在我刚才试车里面我觉得 可能克尔维特的底盘的构造就是要这么去搞的 因为它是一个弹簧板的结构 它在转弯的时候它就直接堆进去 它转弯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轮胎 这样的吗 对 所以其实我们用的数据就是克尔维特远侧的底盘数据 你先不要给它下定论 泰河精髓 你说我吗 如果你赢了呢 你赢了要怎么样 我赢了 我就以后都 都听我的 都听你的 你改的车永远是最棒的 但如果你输了怎么办 以后我不说话 我当你的技工程 你要我装轮过我就装轮过 我不给意见 这样的吗 还蛮好的 可以是吧 可以 就这么定了 好 然后现在我就终于第一次去试这台车 那我们就 你现在小心了 前轮是100%刹车啊现在 讲真我还蛮期待的 我就游一圈跑一圈 你就一圈吗 然后再回来再调 再再调 噢 发了 你想要走好 你想要走好是吧 然后刚才我掐的时间 第一圈你都没回来 全力加速 嗯 一分钟 我觉得是有机会比原来快的 但是现在有什么需要调的 现在 咆哮声 让我不太敢踩下去 我总感觉它 啊啊啊啊的那一下 我感觉我再踩下去它就暴转 没有这个你放心 这个车有转速保护 6300转断油 原厂车是6500转断油 所以现在是很稳定 就算你踩到暴转也不影响 然后现在前后的轮胎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太甩 后轮的胎压放低一点点 现在前是2.0了现在 所以你刚才甩可能是因为前2.0后2.8 现在是前低后高 后来是比较轻的状态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底盘彻底是科尔维特 但是脱身重心的布局是不同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把 后面降低一点点 如果尾巴能稳定的话 我觉得它会好很多 因为动力很多之后 没法发挥那个吧 对因为后面很轻 所以说很容易就倒出 所以现在跳完之后 我觉得我应该会好开蛮多的 刚才随便冰了一个都1分10 这个车的极限 我觉得在1分05肯定是没有问题 还过了是吧 超烫的 车太烫了 所以是人受不了是吧现在 我刚才站起来 我整个眼睛都感觉黑了你知道吗 我以为三圈其实很好坚持下来 但那个三圈真的顶不住了 真的顶不住好满 然后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换蛋了 好很难挂 很难挂 所以是太高兴了 但现在就是每次看你进弯的时候 觉得弯道动态很漂亮 然后现在就是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过了两秒钟才挂进一个档 那个离合符能在那里搞的最好 离合符应该是没得搞的 那个符它是整个位不对 OK是对 我现在有个问题很大的问题 好的时候好难挂进档 这个挂档的损失我觉得已经有3到4秒了 真的也没得弄了就这样吧 可以做的全部搞了今天 只能是这个状态了 好好好 但这样子怎么还得开啊 终于把车弄好了是吗 好热呀 但你的车好像还挺战斗的 跟TCR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你老实给我说一下你整个车改了些什么东西 首先就是动力方面我只做了新排器 然后有一个主机抢勾发过来的ETU 然后就是底盘做了一个9RB震器 轮胎轮骨还有5000R的刹车 然后就是你能看见的像前层啊 戴伟毅啊还有亚克力 现在是1.24级 轻了200公斤 就说你这个车是移植了个V8 当然为什么你改了一个越野车的B震 现在只是套了一个麦瑞堡的壳 克维特的底盘全部移过来了 但我感觉你这个车可能比我那个还要轻了 但是因为预算有限 我们的4条胎的全部加起来价格 还没有你一条柜还能再找钱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是东拼虚臭然后拼起来一盘好命 你再看一下我那个大唯一 你那居然还有个唯一我才刚看到 我的天你看我那个 你看你这个 所以我问一下你们觉得谁会赢呢 现在我觉得看轮胎就知道我会赢了 我觉得看轮胎教主一定会赢了 我们为了公平起见 先让教主在这里熟一下车 OKOK 如果他车已经这么大优势 你还给他熟一次车吗 我们是一个公平起见的媒体 即速拍一档永远的神 好吧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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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发现报警 发现报警 电报警 听声报了 哈哈 出门 出门报警 叫主的车过热了 一圈就跑不了 什么 什么 一圈就过热 真的咋的 是的是的 我以为赵主的车非常的利好 刚才一直在跨赵主的车 我说他轮胎很好 轮胎很好 刹车很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改装 麦瑞宝原装动力就非常好 你改了以后又没有原装这么稳定 对 我们这个 不是 我们先别说这话了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抢修 祭司终于把爆掉的水管修好了 看来广东这炎热的天气 对于两台车来说 都是严峻的挑战 到底这场比赛会鹿死谁手呢 比赛规则 比赛将采取1v1的方式 总共跑两圈 首先充现的就是冠军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采用抛硬币的方式 决定发车的位置 两位选手都准备好了 蓄势待发 笛声响起 两位的起步都非常的完美 但没想到的是外线的教主 居然先拔头筹 一台四缸车居然赞成了大B8 咬住万千直蹦了出去 我们看到娜娜想升三档 升不进去直接挂了四档 直线的尾段呢 娜娜是越来越近 但是教主的车突然间冒起了白岩 直到暴水管的直线又再次重演了吗 我们看一下回放啊 我们可以看到白岩呢 全从教主的轮胎那里出来的 而现场呢 也闻到一股轮胎削胶的味道 很明显它就是暴磁 直直地冲出了赛道 好了 没有教主的竞争以后 娜娜呢 突然间就放飞了自我 我们可以看到呢 方向有非常多的修正 这来格尔维宝呢 也渐渐进入了状态 好了 出弯的时候 带着一丝的甩洞 进入到掉头弯 一脚中砂 尾巴来了一个重心转移 这个差点就spin了 但成功的把它给救回来了 教主呢 继续在原地静静的等待 眼神透露着一丝空虚 没想到这个比赛呢 在第二关这里就结束了 那哪看教主呢 毫无动静啊 直接就开始玩起了飘移 没想到这样轮胎片皮 把后轮装到前轮 居然把这个正式的比赛 变成了一场飘移表演赛 直接一个弯接下一个弯 凭着这个V8超大的扭矩呢 一直这样飘得非常的欢 甚至呢 还玩脱了 但是另一边下 我们看到教主怎么就出来了 教主带着一缕的尘土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回放啊 教主呢 并没有大碍 直接倒车拐出来啊 再次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 好了 教主呢 奋力直追 但是没想到在掉头弯这里呢 他又爆死了一个轮胎 好了 前面的Nana呢 非常高的速度通过了 再到最后的高速弯 带着一点甩洞 如果这甩洞没控制好的话 直接就抓到摄影师了 这样子的动作呢 只有Nana能做得到 现在我们就看到呢 教主跟Nana已经超出一半圈的距离了 虽然教主的车很快 他也奋力直追啊 但是这半圈的距离呢 只要Nana不出现重大的失误 是没有办法再追回来的 来到萨的最后一关 想挂档呢 也没挂进去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充电 比赛结束 Nana获得第一名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们看到教主呢 也把他的麦瑞宝XL成功带回 麦瑞宝XL终极对决 广东分长 由Nana先拔头筹获得了胜利 你知道吗 在刚开始的时候 教主一出去 那速度真的贼快 我为什么会比他慢呢 其实是因为 我用保守的起步方法 因为我这个挂不进去的 所以我是用二挡来起步的 所以说 我以为他可以一下子冲出去 但没想到 还是因为持比的关系 所以说我还是慢了一点点 然后教主出去的那一刻 我觉得完蛋了 我输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 直线过完的那个弯 然后教主他就出去了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赛前的 我说我有ESP 能不能给我关掉 关掉ESP的同时 把ABS给关掉了 他既不像民用车 又不像赛车 因为如果是民用车的话 他虽然有助力 但是有ABS 对吧 然后如果是赛车的话 他会很沉 他会没有助力 我们两台车同样都是没有ABS的 为什么我没BOSS 所以车手最重要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脚 因为你没有助力 好了 最终反正还是我赢得了这次的胜利 对没错 虽然会不不开心 真的不开心 很开心 教主输得其实就服了吗 服了 对吧 你看一台立刻就服了 比你慢几秒的车 没了一档三档四档五档 哎 就怎么就赢了呢 没了那么多档吗 这场比赛是NANA的胜利 嗯 也是我的胜利 是Jacky的胜利 比的是心理 这个他在你后面是不是更怕 嗯 其实没有 那就是菜 就是菜 行 但是就是菜 好了 所以我们下一场呢 就是再有一场 比赛教主说他不服输 教主要把这个车拉到瑞斯 给另外一种他认为 更公平公正的方式来批评 没有说不服输 也没有说不公平公正 好 所以下一期瑞斯见吧 各位 下一期瑞斯见 如果我们载不动好的话 真的会数 没时间都闹 没时间闹了 两台车都没有问题 车手也都没有失误的话 那还是我们赢 哈哈哈哈 你刚才是什么 在这一位你赢了的话 我赢的话 你就不用当技师了嘛 王总最慢 大家把王总最慢 打在公平上 改车 改了 改车改的是心理 改的是人 教主一听到一个V8 在后面过来 他以为是Nana放手 准备要追他 但是没想到 这就是心理算数 我们赢就赢在心理上 记得长安点赞三连 拜拜 下期瑞斯见 好不好 我们 weg 我们回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